今天帶你們來去廈門的老城區百家村吃東西 這裡面藏了超多隱藏版的美食 我們就吃起來吧 第一家好的來薑母鴨 大家來廈門都會吃薑母鴨 半隻鴨呢是43塊 上面是薑母鴨的薑母鴨 然後是醬油色的鴨 下一小小子是半隻非常好吃 好的 那我們第一家薑母鴨打卡之後 我現在要帶你們去吃一家 很多網友覺得是黑暗料理的東西 現在去看看是什麼 這村呢算是廈門目前保留的幾個比較完好的老城區之一 走在這邊真的非常的安靜安逸的感覺 就很多阿公阿媽會在這邊泡茶什麼下池這樣子 然後又還有很多老羊肉什麼的 還有鐘表維修店 然後這是一個菜市場 這家蒸蒸滷味也是廈門的特色滷味 但是它有非常多分店 所以我們今天不吃它 然後傍晚了 大家就會來這邊買一些下酒菜 我們來喝酒 然後大盤當的感覺 說的黑暗料理 就是這家 芒果配醬油 它就是在一個公廁門口 然後就這樣白皮攤芒果 還有醬油 然後就是廈門人的下酒菜 白酌漿 然後會配一盤酸油 然後就這樣子大家就會來這邊喝燒酒 就這裡下午真的超級多人了 我們先來吃這份 你可能最害怕的黑暗料理 芒果粘醬油 用的芒果一定要是本地甜芒果 就是下門路邊有非常多芒果吃 這種芒果非常香 而且它不會太大口 它這個醬油呢 主要是為了提鮮 因為它臭芒果非常香甜 然後你再加上一點鹹味 然後沾上去就鹹甜鹹甜 有點鮮鮮的味道 非常好吃 沒有吃過的人 可能會覺得有點習慣 但下門人真的吃芒果 都是這樣子吃的 我從小就這樣吃 但是醬油是淋上去的 只是我覺得蘸的會更好吃 這家芒果 就算你不沾醬油也是非常好吃的 其實廈門的芒果 不像台灣的芒果 那麼香那麼甜 所以它是有一點點色的味道 然後加這個醬油 其實會把它那個色味中和掉 所以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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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 我覺得就是每個廈門人都會這樣吃 現在我們來吃 白酌章魚 它非常講求章魚的新鮮 追求一個海鮮的原味 然後它 就會放一些白酌肉的章魚 在這 然後撒上黃瓜 還有香菜 然後最後再加一點它的醬料 印象新鮮的才能做成白酌章魚 然後它的口感非常的貴嫩 非常好吃 下門人基本都會把它當成下酒菜 就會搭配一些什麼蘑菇類啊 蟹類這樣子 它今天其實給我一盤醬料 不然原本是有那個花生鮮末醬 非常非常香 我最愛吃的就是章魚 超鮮的 這個蒜汁汁的搭配著章魚 超級無敵香 我覺得章魚的最好的特化就是白酌 真的非常好吃 然後還有黃瓜的氣 這個黃瓜也很脆 有的都我比較不敢吃的 這樣就比較噁心 章魚腦紅 好香 這是海怪 最後一張扁豆干料 這是一些可以放在鐵板上面 鮮的東西 都海鮮 肉類 然後大家也是晚上都會來這邊 圍成一桌扁豆干 這是一種廈門的特別的文化 大家如果來廈門的話 然後去中山路玩 可以真的順便來百家村感受一下 最直接的能感受到 廈門或在地的感覺 這邊的人基本都是在搶廈門花 基本都是廈門的本地人 然後這邊吃的東西也都是比較在地的東西 沒有說那麼遊客那麼商業化 這邊的整個氛圍也非常好 非常的讓你感受到老廈門的感覺 真的可以來這裡試行 玩玩看 然後換一逛這樣 這邊領中山路還蠻近的 它就在中山公河的正對面 就可能從中山路過來 只要步行10分鐘左右的距離就可以打 我覺得就是如果比較追求 能感受到一個城市的風情的那些玩法呢 就真的可以來百家村看看 這裡真的比什麼中山路啊 苦辣女都能讓你感受到廈門的味道 現在來西羅 我也是廈門的夏天餐 是真的嗎 我的血膏超級慢